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欢迎来到中天五间新闻 我是邹怯玲 今天是除夕了 先跟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能够红兔大展 不过呢 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个年夜饭 难来北往动作要快啊 台铁客运国道返乡潮都出笼了 今天一早国道一号上面 就发生了四起的车祸 也使得彰化路段回堵得很严重 而国道客运排队等要后补的话呢 恐怕要多等一点时间了 因为现在中长城的车次 是全部客满 就怕国道塞车 很多人赶到台铁要买车票 但是呢 也有人啊 恐怕这个放假 睡个大头就要睡太饱了 结果好不容易买到车票 却睡过头 没搭到车 点半往昭澳 澳台运地你快先上车 张勇员一早就忙到头昏脑账 把民众一批批赶紧送回家过年 这么着急就是因为往后一看 天哪 还有一大票民众等着补位 不过还有位子吗 所以只能补一位而已 对对对 很满啊 现在还要搭个一班加班车 看后不处 没有说 那会不会担心要等 是怕小朋友不耐烦 其实位置还是有 只是估计可能要等个20分钟 尤其是以台中嘉义彰化园林 中长城市特别满 因为一早距离吃年夜饭还有时间 大家赶着来抢搭 国道客运为了年节 也特别加码到200车次 现在开出了40车次 就看下午人潮会不会突然变多 返向人潮聚集的情况 更出现在台北车站 作为上民众睡成一片 就是要来等候补位 可惜只能买到战票 不是说东部干事都没有了 是都没了 你有请到吗 没有 那这是什么战票吗 对啊 没有位置的 等中午的车 等中午的车 对对对 因为因为睡过头了 过年心情也跟着大放松 就连搭车时间也错过了 没关系 直达车票不好买 建议你也可以买区间车 分两段式来搭乘 目前看来下午两点之前是全部客满 不过真正的高峰 会出现在2月6号初四的北上 预计涌现62.9万人次 可能创下台铁百年来历史爆量 返向到处塞 国道一号更严重 上午彰化就发生了四起车祸 导致回堵 每小时时速只有40公里 彰化路段塞的严重 提醒民众可得多加注意 可别错过年夜饭了 中天新闻 余若为王举金采访报道